新闻市议长蒋跟黄的长子蒋新章在去年参选立委时 涉嫌招网军来抹黄对手 仅仅追查也发现蒋新章疑似是透过朋友介绍 找到了号称是网络充足的网军头萧志军 用600组的社群平台账号来造谣制造对手的负面声量 警方真结起诉蒋新章还有萧志军等四个人 而在押的网军头萧志军坦诚犯案 已选之后改以2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 长发披肩首次曝光的萧志军一派轻松 但其实他很不简单 萧志军号称网络充足 曼迪卡PTT还有脸书600组账号 用这些账号再找网络写手出国 用不同IP发文把选战打成抹黄战争 造谣吴秉睿疑涉涉嫌弦性侵女士牺牲 谢谢 破文是你受益的吗 姚同否认指挥网军 但简警调发现 新北市一长蒋根皇的长子蒋新章 为了和吴秉睿一起竞选热门的 新北市第四选区立委 动作频频 去年8月 蒋新章透过朋友 认识网军头萧志军跟文创公司负责人 洪战宏 两度到竞选办公室上议 要制造一到六波的负面声量操作 约定250万报酬 这笔钱是用没有上报的政治现金付的 想要设下追查断点 简警调先从发文找到写手 再收押萧志军跟洪战宏 最后约谈蒋新章 搜集证据之后 认为他们违反选霸法跟个子法 贞结起诉 蒋新章等四个人 蒋新章当初选立委时 虽然披国民党战袍 却是站在路边 替民众党名柯文哲 挥起喊加油 从维米亚的政治关系 变成一样的讽刺巨马 现在一个面临起诉 一个面临大巨弹案 还有假装风波 真的都要一起加油 记者刘思周通林台北报道